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基督要复灵 对了 其实尽管我们不知道耶稣再来的具体的十日 也不应当去设定哪一年哪一天 像现在有人讲的2012 或者最近又看一个新闻说 梵蒂岗说什么达芬吉的最后晚餐 已经好像暗示了说 这个世界还会在四千多年的时候会来到末日 或者有的科学家讲这个讲那个 不要设定时日 但是耶稣讲了很多的预兆 耶稣说看见这些事情出现发生的时候 就知道我来日子静了 而且正在门口了 耶稣其实每一天都觉得在天上的 在地上的 在人心的 在社会当中的 在家庭里面的 甚至在教会 宗教界的 所出现的 种种的事情 告诉我们说 他来的日子快乐 当他来的时候 我们如果说 久别重逢 又见到我们所爱的耶稣 那么一切 愁苦都会过去 但如果当耶稣来的时候 就好像一个贼领导 一个毫无准备的人那样 他必须受到损失 或者一种突发的事情 他没有准备一定会很害怕 耶稣天天都伸手在护照我们 天天都借着很多的事情来提醒我们 我们有的时候不要做一个 能够观察天气预报 甚至有人是做天气预报工作的人 会知道刮风 下雨等等 但是不能了解这个时代照头的人 所以我们今天 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怎么样呢 耶稣来过了 耶稣也专门是为我们而来 耶稣已经彰显了上帝的恩典 公义和慈爱 耶稣已经成全了律法 耶稣已经把一个全辈的宗教放在我们面前 耶稣也让我们知道 祂很快就要再来 祂一直呼召我们 来 来 来 因为祂已经来了 问题就说 你 我是不是来呢 我想今天跟大家一起学习 分享一个题目 就是说 耶稣所讲的 凡是跟从我的 必不在黑暗里走 耶稣今天呼召我们 来 来 我们是不是跟从祂呢 如果跟从祂 就必定不在黑暗里面走 坏讲会 如果不跟从祂呢 祂呼召我们 来 我们不来 不跟从 那我们必定在黑暗里面 对世界的前途一无所知 对人生要发生的事情 毫无准备 甚至对自己的死亡 也莽安无知 这是多危险 在黑暗当中是非常危险的 耶稣曾经说 我就是道路 真理 生命 若不接着我 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这是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六节 就在耶稣讲完 你们心里不要忧愁 祂必定会回来的 而且祂在哪里 我们也在哪里 有个门徒就说 我们不晓得你到哪里去 我们怎么样呢 怎么样知道 而耶稣就说 我就是道路 真理和生命 我们说 人是很需要一个指点道路的 这种经验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有 是不是 有一次我有一个很重要的约会 临行前 用时间充满 我没有看好地图 自己路又不熟 车子来到一个地方 面对着是写着一个wrong way 就是错路的一个大牌子 这就意味着我不能再往前走了 否则的话就有危险 这时我正好后退 查看地图 又询问了这个开车经过的人 最后才找到一条到达目的地的一个通道 我想我们不认识走路也好 开车也好 这种烦恼的经历都会很普遍的 你有过吗 一定有过 所以认入是很重要的 那么再说 社会在人间当中 为什么有这么多人的精神错乱 发疯 向人或者发泄 或者自己自杀身亡 无非是他们在他们的事业 学业 经济 婚姻 等等的问题上 感到茫然无路 或者觉得人生已经来到了 山穷水晶的一个地步 我常常一看到有些自杀的消息 有些人甚至很年轻 我感觉到很叹息 因为那个时候他们一定 因为谁不想生 谁愿意死 那为什么他们愿意走这条路呢 因为心灵的窗户完全关闭了 完全黑暗了 如果有一条路 有一个出路的话 都不会走这样 一个下场 是不是呢 所以我们说 如果有人能够帮助一下 指点一条出路的话 他们很多就不会走上黄泉路了 所以人必须要有路可以走 有路可以走 那么有些人认为 自己的意志很坚强 路只是怎么样 人走出来的或创出来的 这句话我们 鲁迅的话我们很熟 言下之意就说 命运都是由自己来掌握的 他们当中 有些佼佼者 当然我们说 意气风发地 达到了所谓个人的 名利的目标 然而 新的欲望 又在驱灾着他们 从而是 他们就 一定要再奋斗 另外一面 再消耗 一直到把一生都消耗完 到了灵末了 就像耶稣所讲的 人若赚得全世界 赔上自己的生命 有什么一处呢 人还能拿什么换取生命呢 马太福音16章25节 在我所生活的地方 我们知道有一位女士 她被称为有个千亿的富婆 有一千亿的身价 我不提她的名字 她生前 跟自己的岳父打官司 死了以后 当然她 没事情可以做了 人家在 为她在打官司 人若赚得全世界 赔上自己的生命 有什么益处 个人的自我的 目标的实现 其实 是很渺小 很空虚的 何况更多人 根本没有能够达成 任何人生的目标 就离世而去 刚刚讲的这位女士 也很可怜 也很叹心 她没有儿女 她的丈夫也被绑架 根本现在死在哪里都不知道 她尽管 造了两座大楼 用她的名字 定名了广场 据说两座大楼 一个高一个低 因为她个子矮 她被杀害的这个丈夫 个子比较高 两座楼之间有一个连通的地方 有人说很形象的 她很想找到她的丈夫 握住她的丈夫 或者等等 多么可叹啊 多么可叹啊 这个 还有些守财奴 会遇到怎么样 败家子 守财奴 高官后落者呢 养育了这个 趣味低级的儿孙的事情 真的在今天不少见 生命和生命的乐趣 都消失尽尽 有路和找到路是重要的 而认识路 以及路的尽头 是什么更重要的 你说是不是 是不是我们人生的小周 在跟大风大浪 不斗的时候 最后是搁浅在沙滩上 同样是无路可走的 另外圣经 这句话非常好的 旧约的真言 一位聪明的王 叫所罗门所讲 有一条路 人以为正 至终成为死亡之路 不要说魔鬼 把这个通往这个事情放荡 好隐暴食的路 都点缀得怎么样 非常的迷人可爱 甚至于通往权力 学位财富的道路 都已经掩设了其中的陷阱 掩盖了路边的血迹和尸骨 这种事情 这种例子 还用我多举吗 不用了 使人们 或者是满腹精准的下黄土 或者是踩在别人头上 登上了所谓个人的宝座 很多年前 我在美国留学的时候 卢钢的事件 只是震动了所有的学子 震动了所有 中国的留学生 好了 我们再回到耶稣所讲的 耶稣向世界宣告说 我是道路 我是道路 那么这道路通往何处呢 这又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它是要去到上帝那里 不是叫你登上世界的宝座 也不是叫你达到自己的名利的高峰 耶稣说 你走我这条路 我会带你到天父那里去 他的路不是引人自我放纵 或者统治别人 或者占据世界 他的路是引导你去捡天父上帝 到你真正的永久的家乡去 我们说今天 有些人便被这个人贩子欺骗 被这些人蛇哄骗拐带了 有的是说 你给我多少钱 我把你带进到什么地区 什么国家 有的死在海中 有的死在车上等等 有的是根本到最后知道 完全是受骗上当 或者激活不死的话 有的时候被带到一个没有自由 一个火坑 这种情况太多太多了 是不是 那么可以这样讲 你如果有人要想找犬马生涩 名利地位 那么我可以告诉大家 你就去跟魔鬼 欧棍 跟这个政客骗子 甚至于有的是跟名人学者 但你如果要寻找爱 你便会遇到光明 这想丰盛的生命 并且重新认识被你我遗忘的天父 也是天天在呼召我们的天父 是我们可以重返 迷失已久的家园 如果我们是寻找这个的话 那么耶稣就是道路 而且是唯一的道路 他也是你安全的祥导 引领你来到天父的面前 因为圣经里面讲 上帝就是爱 上帝就是光 上帝就是生命的泉源 也正像一首诗写道 上帝是人千古宝藏 是人将来希望 是人居所抵御风雨 是人永久家乡 说到这里 那原先 为什么人与上帝的道路 就会被隔断了呢 圣经告诉我们 上帝原来是按照自己的形象 来造我们人的 而且把我们人安置在伊甸园 也就是乐园 我们的始祖 最初的时候 享有永远的生命 也能够很自由地跟上帝来往 而且具有管理世界万物的权柄 至于物质的需要 家庭的需要 所有上帝都想到了 都为人提供预备 就是人受了魔鬼的引诱和欺骗 网用了上帝 所赐给人的最宝贵的自由选择权 在肉体的情欲 眼目的情欲 以及今生的骄傲的 这个 说死之下 人就跌倒了 违背了天父上帝的一个吩咐 所以就开始进入这一个星球 进入到人间 也进入到人心 圣经就是这么解明地告诉我们 给了我们这个答案 死亡从此就取代了永生 不凡就清洗了公义 错谬就混杂了真理 为了避免 又永远不会死的罪人出现 同时要阻恶 这个罪恶的发展 十足 亚当夏娃就被赶住 离开了乐园 有罪的心灵 更加是威逼 一个圣洁的上帝 就好像老鼠很怕阳光 做贼的很怕天亮 人可能为了自己的利益 也可能堵塞别人的进入和通道 或者被人走向绝景 但是慈爱的天父 既是人类的创造主 他总是给人一条深路 给人一条出路 所以就在人类的始祖 听到了死亡的判决书的同时 上帝也给了他一个光明的应许 救主要来 他从地上被举起来 被挂在十足架上 这样天地之间的鸿沟就消失了 上帝跟人一度断绝的路又解通了 旧的圣经里面记载有一个名叫雅各的人 他是一个双生子当中的一个 双胞胎当中的一个 他哥哥叫姨嫂 但是怎么样呢 他老是觉得 我只是给 我只是比哥哥晚春 几秒钟来到这个世界 他是长子 长子有长子的继承权 结果他就用不正当的手段和途径 利用他哥哥的弱点 就在他哥哥是打猎的 回来又饥又渴 劳烈不堪的情况下 嗨 闻到这个红豆汤的香 雅各说你要吃吗 很简单 你把你的长子名分交换 所以他用一点红豆汤 就换取了他哥哥的长子权的名分 最后还以一个欺骗的手法 瞒红了他年老 眼目昏化的父亲 抢先的 骗取了父亲临终前 为长子所有的祝福 这就怎么样 激怒了他的哥哥 他的哥哥伊嫂就定义要杀他 雅各在他的母亲 这个暴训以后 就匆匆忙忙的逃命 逃到他的母舅的家里 当红日西城 就在旷野独行的游子 事故不见人影 但听到狼号腐笑 群兽怒吼 他的心就像惊弓之鸟 所以他拿了一块石头 当着枕头 卷去着身子 露宿在黄角 当深层的夜幕 笼罩他的时候 他深深地感悟到自己的嘴 不但使他和他的兄弟 使他和他的父亲 跟他的母亲分个 更加惧怕 怎么样 因为他的罪 上帝就弃绝了他 这时候他在 依稀在睡梦当中 看见有个梯子 立在地上 梯子的顶朝着天 由上帝的天使使者 在梯子上去下来 上帝就站在梯子的顶端 这样 上帝应许他说 我总不离弃你 我总不离弃你 雅各就是凭着这个光明的景象 以及上帝的应许 走完他整个的人事的旷野路 他以前的一生就是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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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抓民 长子民分 抓美色 他后来到了母舅家里 婚姻的问题上也是这样 后来抓财力 当时都是牲畜 抓 抓 抓 可信他最后 他抓住了上帝 认罪 悔改 抓住了上帝给他的应许 上帝不离弃他 而且一定会带领他回家 所以他含心如苦了二十年以后 结果带了妻子儿女 和羊群 重返家园 这个使得罪人重新回到天家 觐见上帝的一个天地 就是预表主耶稣基督 因为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 曾经跟他的门徒讲过 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 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 上帝的死者 要上去下来 在人子的身上 这是在约翰福音第一章五十一节 这就是当时的门徒 拿丹叶 斐利等等 想到了他们先祖雅各的一段经历 其实雅各所梦见的这个天梯 无非是预表着耶稣基督 要把天跟地 神跟人分割的 要取消 罪要被处境 人跟神从此可以再度的来往 罪恶曾经使我们与上帝隔离 但是耶稣基督的救赎 使我们跟上帝重新和好 今天我们在这世界上 可以奉怎么样 主耶稣基督的名 来到上帝面前祷告祈求 也可以蒙受到天使的保护 引领 最后我们更加能够因着耶稣基督 可以重返失去的乐园 亲眼得见我们慈爱的天父上帝 感谢耶稣基督 接着十字架为我们开了一条 又新又活的路 朋友 你有没有这感觉 我想我们人生当中很多的经验 都应当促使我们 要想到更深的层面 如果你在地上 在世界上常常有迷路 或者找不到路的时候 你就晓得路是很重要的 对不对 路是重要的 但是你还要问问这个路的尽头是什么 今天不是很多人骗你 来来来跟我 跟我就有路了 有一条路人以为真 至终却成为死亡之路 但耶稣今天也呼召我们 来 来跟从我 我就是道路 我就是真理 我就是生命 我们今天注重讲 耶稣是道路 我们走在他的道路上 尽管我们还在这世界生活 还会有奋斗 还会有挣扎 还会有试炼 一人的路 好像黎明的光 越照越明 知道正午 各位朋友 路是很重要的 你人生已经找到了道路了吗 如果你说我已经上路了 你上了什么路呢 不要上错了贼船 不要被魔鬼引诱 走那个犯罪作恶放荡的道路 也不要被世人所颂勇 去过一种为一己而生活的这种人生 甚至于在见达别人 甚至于在摧残别人的道路上前进 各位朋友 我们说千里之行死于主下 今天耶稣仍然呼召你 我感谢上帝 我已经响应了他的呼召 走在他为我预备的道路上 我从1950年受尽 到现在已经60年 我还要继续走这条路 我觉得这条路是一个有意义的路 有价值的路 最后是一个荣耀的一个路 因为是回到我所刻骨的家乡 见到爱我的 也是我想念的天赋上的那里去 到那时候 我还可以会遇到许许多多 我所亲爱的人 所亲爱的朋友 我希望包括你 包括你 但愿意在今天 你能够听见耶稣的呼召 也来到耶稣面前 来跟随他 我们这样就有福了 这样就有福了 所以在最后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一起做个祷告 天赋啊 在人生当中 有的时候我们感觉到空虚磐徨 前面好像没有可行之路 有的时候我们也走在人生的 一个十字路口 不知道何去何从是好 有的时候甚至于我们偏行几路 或者跟着别人走一条 以为是正路 最后发现 却是一条死亡之道 主耶稣啊 谢谢你 幸亏你来寻找拯救我们 特别是寻找 我这个卑微的人 是我被你寻见 而且听见你慈爱的呼召 来跟从你 主啊 我愿意走永生的 光荣的道路 求你扶持着我 往前走 谢谢你 谢谢你 阿们 好 愿上帝赐福给您 和您的全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